一大早重頭戲 立法院包括要修選辦法的委員會 要修選辦法這個案子 但是你只要螢幕一打開 一場大亂鬥 說實話 今天一場大亂鬥 因為一開始民進黨就突然之間 算齊襲嗎 突然之間然後圍主席臺 大家都講說從上一次 大概民進黨都已經不會再去 站主席臺了或什麼 沒有 今天站主席臺圍得滿滿的 然後各式的標語 然後接下來跟國民黨之間 從口角 包括肢體 所有這些 為什麼這個大亂鬥 然後最近朝野可能都迷上了 那個歌手李家維 一個馬來西亞歌手對不對 我們奇光大道裡面出來的 一個李家維 他有一首歌詞叫做 火在燒 燒成會有多好 所以現在每個人手上都要拿一把火 那個烽火連三月 不是 烽火連七月 一直要連到明年 所以大家都在燒這把火 然後燒這把火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把火 就是大罷免時代 未來五百天戰爭裡面 一場烽火 所以誰都不能輸 徐曉星點了第一個火把 所以謝國良被燒了 然後現在藍綠之間 要把情勢給拉高 因為面對可能會有第三階段 所以國民黨一定要升高情勢 那升高情勢之下 一定要對決 那對決選罷法 其實他們也沒有說 今天一定要送出內政委員會 他也沒有 但是姿態要把這個戰火 給延續 但是延續了 那民進黨呢也不能輸啊 昨天立法院都來了這麼多人 除非外面清早就已經動員了 對啊 那民進黨怎麼可以落後 在民意之前呢 所以你會今天看到的是一個 我不曉得 因為沒有長期跑立法院 扣子可能比較清楚 委員會耶 今天不是院會耶 我到齊了 我到齊了 我都發假鬥 假鬥委員會 人會假鬥 然後要佔領主席臺 這樣一個畫面 我坦白講 我以前至少看立法院新聞 我沒看過 只有福茂的時候 福茂那個時候 對 福茂那時候講說什麼 半分鐘什麼過什麼什麼 那時候大家也是這個樣 對啊 所以你看已經是拉到了 這樣一個層次 那這個火就要繼續燒下去 那為什麼要燒這個火呢 因為呢 現在開始 反正接下來就是 五百天大八碼 這個火一定要燒下去 誰都不能輸 而且拉高情緒之後 藍綠子的話 自動的 就算你現在對國民黨很不滿 國民黨的核心選民 也是覺得要站 那民進黨 就算覺得我執政 還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外面那個情勢之下 我也要站 當然 所以大家就是要站下去 所以任何一個場合 就持續的站 那至於說今天有沒有結果 不重要 七月十六號以後 要不要延會 不重要 然後要不要開個 臨時會不重要 因為到那個什麼 就是把火燒下去 就對了 因為燒到最後 就是至少十月 如果第三階段 大概是十月 都會秋絕 而在秋絕的時候 做一個第一會戰 第一會戰之後 再走下一步 所以你會看到現在 就是火在燒 不過呢 我剛才跟委員講了一句話 如果最近在看 一些歷史頻道 裡面看到鐵血仔像畢斯邁 講了一段話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他告訴當時普魯士大帝 威廉大帝 威廉 開戰是非常容易的 收到戰場 你要怎麼結束這場戰局 你要思考一下 OK 對 那一旦開戰以後 真的能夠收得了嗎 那過程當中 大家運籌 運籌帷幄 那一切都在算計當中嗎 可是現在看起來 我跟你講 我可以問一下 今天一大早站主席臺 你們已經很久沒站主席臺了吧 很久沒有 對啊 前面都是國平黨在夜宿 然後一開始就把主席臺圍住 然後那個國會修法的時候 都是這樣嘛 因為怕 你們不讓韓國瑜上去 不讓什麼什麼 結果後來 為什麼今天一大早站主席臺 然後那個場面 後來 好你看媒體上面 然後那個 審選罵法報充足 招委高金離席 然後立委搶議事人員的資料 然後接下來一堆喔 然後巧欣跟王美惠兩個人拉扯 然後綠營還有人 因為麥玉珍委員 最近講到那個火龍果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自己要講火龍果 這些事情 反正就所有的 你看到鏡頭的畫面 這個委員會的 應該講這個風火連天的狀況 完全不輸宴會的狀況 我覺得綠營有點刻意 因為其實 剛剛小伯已經講了嘛 這個議題其實 國平黨內部自己都 都會覺得這個東西 真的需要這麼衝嗎 因為畢竟現在感覺起來 民眾普遍的不是那麼的 可以接受這個議題 所以我們自己都很保守了 甚至我們最近還在討論 民眾黨他的反對跟不贊成 到底是什麼意思 對這個非常重要 結果沒想到綠營 他不讓我們下車 全軍人馬動員來這邊 如果你們要下車提早獎嘛 我們根本就沒有上車啊 提早獎我們不用六點到啊 你就算好我們就撤案 這就是提早獎嘛 你們已經撤案了 你們已經撤案一個了不是嗎 不是啊 我說你們要撤案了 徐宇鑽啊 徐宇鑽要撤案啊 早講啊 我們就希望你們這些說 我們就是阿爸 我們不民族不討論 我們終於想來跟你們撤案了 就忘了假動 這什麼意思 好這就算了 假動沒有關係 人多也沒有關係 但是我去問一下 他說有幾個過程非常特殊啊 就是說主席是高清素媒委員嗎 他現場來就已經跟民進黨講說 你們克制一下好不好 這個要開會了 好歹這個秩序維護 現在讓我可以開會 民進黨抗議啊 反對啊繼續鬧啊 鬧完之後就算了 居然還有民進黨立法委員 跑去搶議事人員的議事錄啊 不是我說一下 那個不是搶議事錄 是搶他麥克風 他的麥克風 不是委員會的麥克風 他的麥克風是國民黨黨團自己帶過來的 那這是違反規定啊 所以我們是搶他那個麥克風 所以不是說明示錄 那這裡就算了 那民進黨黨團高喊口號嘛 就說 沒收民權鳥籠罷免的口號 我覺得這也就OK啊 畢竟兩個政黨想法不一樣 但口號喊到後來喊說 傅崑奇內線交易啊 這到底在幹什麼 難怪傅崑奇 我就不用開了吧 這個委員會 我們在討論什麼內容已經不清楚了 我們還要喊徐曉鮮詐騙集團 所以 哈哈哈哈 這到底 這不是院會 這個不是院會 這不是哪個法案 二讀或三讀 大家在那邊聚集 這是個委員會 在討論到底先期要不要出委員會的過程 所以整個民黨來抗議 你不是不行 當然可以 這是你們的權利 但第一個 非常的慎重 連其他委員會都不管了 全部大軍集結在內政委員會就算了 都後來喊了口號 已經偏離了你們想要的主題內容了 那這東西 不要說高清空委員會怎麼會離開了 因為沒辦法開嘛 對已經不可能開 全部的人加起來都還沒有你們四分之一多 這要怎麼開 但問題是能夠投票的 也只有六個而已啊 那剩下那四十幾個來幹嘛 我這樣講好不好 為什麼要把這個事 我們來採測一下 我不知道坤城等一下可以回應 有沒有可能民進黨 第一個把這個態勢 整個火燒得這麼大 燒得這麼大 就是要藉這個機會 告訴全國民眾 你看國民黨就是提了這樣一些法案 雖然今天也沒有辦法開 可是藉著這個 因為昨天 那個青鳥不是已經在外面聚集嗎 讓青鳥大家也看到 這就是民進黨的態度 國民黨當中就提了這個案 然後藉著青鳥所有這些人知道 然後接下來這把火再一路往下燒 燒燒燒燒 包括幫那個罷免來要不要保溫 所有這些 會不會是這樣 其實我不好意思講 我覺得民進黨是弄巧成拙啦 真的嗎為什麼 民進黨今天派這麼多人來 就是預料國民黨也會來強迫要通過這個法案 所以他大軍起結 準備就是現場要開火啦 開火火之後外面柴油柴火可以燒嘛 不管是青鳥也罷 不管是言論也罷 不管是政論節目也罷 就國民黨沒有人來 放風塵 對就民進黨一群人到那邊 就現場就變得很尷尬 所以才會從沒收民權喊到 傅昆其內線交易 這我不想喊什麼東西啊 我們也有喊到謝國良啦 所以完全跟現場已經無關了 對這個已經 我不曉得怎麼判斷這個事情 所以也就是因為國民黨 也算因禍得福嗎 因為我們本來就希望 好好討論 因為被罵過嘛 這我們乖了好好討論 結果沒想到我們想好好討論的時候 碰到這種這麼特殊的情況 造成現在不是國民黨下不了台 反而是民黨接下來要總是下這個台 因為你們這回合這麼大 每個禮拜都要這樣來呢 因為你第一次這麼認真來 結果現在來完之後 那下個禮拜一定會討論這個案子 一定討論 那民黨要用什麼標準 來看待下一次的討論 就會變得非常重要 如果民黨下次不是那麼認真了 也就是正常的幾個委員來 會不會被民眾認為民黨在打假球 故意製造新聞故意在作秀 那下次如果又派這麼多人來 那我總覺得這個案子到最後不是國民黨要不要過 這民黨根本就不想跟在黨好好討論 這個黑鍋 這個不好的結果 最後還是得綠營自己背下去